6月的管理在找的 嗯嗯嗯嗯 我現在很乖 欸我會不會因為這件事情 然後更交不到男朋友啊 你覺得說掉廣告 我這邊是沒有收到啦 持續找我的廠商 我真的很感謝他們啦 這件事情就是因為我 自己先沒有做好嘛 所以才引起了這些諷歌 我就也不想要再 多去解釋 或者是多去說些什麼 有考慮要搬家嗎 目前是沒有這個打算啦 所以你去看他們會有什麼牌子 你去看也沒有什麼牌子 大家都笑笑的耶 就笑笑的看著我這樣 可以可以 笑到你心裡發 我想說不知道到底是誰去 他也覺得有一點點害怕 是因為那是住戶的件事情 對 只有這樣而已 我完全可以理解啦 畢竟是我 你知道 錢一直沒有繳這種事情 對大家來講 可能都會是 不開心的 對啊 所以我可以理解 所以我可以理解 所以你沒有繳 是因為 這就是忘記了 忘記了 對 那是自公告示對不對 就是我事情都處理完了 你為什麼要逼我啊 有想要記帶嗎 希望大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選自己有點衰 那是誰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立川覺得好像就是 有一個 如果有一個室友 可能會蠻好的 徵求室友這樣 幫你處理這些生活故事 對對對 可以幫我處理這些事情 你私底下是生活白癡是不是 蠻多贏的 不會轉帳 不會錢 沒有到這種程度 對啊 就只能說就是因為剛好那段時間都比較不散 六月的管理在教育嗎 嗯 好像很乖 最後不會再造成大家的困擾了 你們大家都提醒我 我就絕對不會再犯這樣的事情 我們每一日記輸會 每一日記輸會 你要每一日記輸會 就提醒我 長輩了沒 長輩了沒 要是這麼多人提醒我再不講 那我最後就是該死了 哈哈哈哈 你們想要做一些什麼事情 彼補 修補跟管 管我會還有鄰居之間的關係 中午節要到了 哈哈哈哈 中格和中子 我會採納大家的建議啦 去處理 你現在不太相信自己的眼光 哈哈哈哈 也不是像我可能比較是 但是容易暈船 只有一下就直接就去了 就身高外貌嘛 再來就看聊不聊的聊 對 生活上的習慣你有在注意嗎 我可能比較需要人家習慣我吧 提醒你 對 哈哈哈哈 神求室友了啦 你私底下比較生活白癡 你有遇過像嗎 我現在已經被認定是生活白癡了 欸我會不會因為這件事情 然後更叫做到男朋友啊 所以大家想說 哇還要管你這麼多事情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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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